复合怪兽 利家德龙 身高65米 体重77000吨 诞生日期 1996年9月28日 今天分享的这位呢 还是来自于迪迦世界的怪兽啦 别问为啥小卡5对迪迦这么的热情 问就是为了攒钱买神光棒啦 毕竟今年可是25多年了 虽说这利家德龙的名气呢 貌似也并不大 但是这位的诞生方式倒也是非常的神奇啊 甚至他可能还跟戴拿的故事 有着那么一丢丢的连续 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再说好了 当追击王大鼓驾驶着 胜利飞燕号巡逻的时候 利家德龙那庞大的身影 便是以四倍因素从天而降了 静止就朝着那位于 路岛海滩附近的宇宙开发局 设施冲的过去 而他之所以选择在那里 完全就是看中了其中所铸藏的 大量高程度能源啊 嗯 看起来这利家德龙也是一个大吃火嘛 只不过你这入水姿势 怕是跟菲律宾跳水对去的吧 也正是在他大肆破坏的时候 这位倒也是毫不客气的 就吸收起了基地当中的能源 说真的 这一瞬间 我仿佛就是看到了被鸟的影子呀 而为了能够阻止利家德龙的破坏行为 人类倒也是赶紧就启动了 不明觉厉的DCS防御控制系统 嗯 看这模样 貌似这玩意儿就好像是个电网而已嘛 而且你把人家怪兽和能源一起关在电网里 是怕他在吃东西的时候被人给打扰到吗 而且由于这电网是使用了电脑系统控制的缘故 因此在利家德龙的毒眼闪烁了一下之后 伴随着系统的崩溃呢 这电网也就随之停止了运作 何必那么客气呢 我自己可以保护自己的哟 不过在遭遇到了大股的一连串攻击之后 利家德龙当即便是选择战略性的车推了 在启动了位于背后的火箭推进器之后 直接就是腾空而起啊 看这架势啊 利家德龙显然就是一只机械型的怪兽咯 事实上呢 这利家德龙不仅是一只机械怪兽 甚至还是一只基于人类科技所诞生的机械怪兽啊 在剧情正式开始以前 这利家德龙原本只是一种没有感情又没有实体的宇宙生物 本来安安稳稳地待在木星附近的他 却是意外地发现了木星调查船吉普塔三号 于是呢 伴随着这个巨型的发光体包裹住了调查船之后 在这三位船员的惊恐当中 吉普塔三号 就被利家德龙给改造成了如今的模样 嗯 是不是跟戴拿的诞生方式如出一辙呢 兴许造就了利家德龙和戴拿的这两道光 是情节也不一定啊 只不过由于那些船员在当时所抱有的情绪是惊恐的缘故 因此这才是让他变成了怪物嘛 反之要是他们当时所抱有的是拯救世界的心境的话 说不定就会诞生三位合一的奥特战士哦 呃 以上纯属瞎扯啊 各位小伙伴们可千万不要当真哦 毕竟严格来说的话 按照TBC编年史当中记载的内容来看的话 这利家德龙是斯菲亚合成兽的概率 可能还要大上一点 虽然是被利家德龙给吸了进去 但是这三位船员的一尸体 在对亲人的思念当中竟然是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呃 这大白天的也挺吓人的呀 而后呢 胜利队便是接到了利家德龙再次出现的报告 而这一次啊 利家德龙的目标则是转移到了贺奇发电站上 要知道这个发电站可是承担了关东地区60%的电力供应啊 要是一旦被破坏的话 发电站也是认真的吗 好可怕 于是毫无意外的 当胜利飞燕号还没打几枪的时候 就惨遭了坠机的恶病 而在看到了星城直接昏迷了之后 大鼓这才是赶紧完成了迪迦的变身 但是在这个战斗的过程当中呢 或许是由于利家德龙的防御太强的缘故吧 复合迪迦的拳脚攻击根本就无法做到破防嘛 甚至连光线技能也就是打出个火花罢了 反倒是利家德龙的破坏光线 却是能够将迪迦打得是满地打滚来着 虽然在切换成了力量形态之后 迪迦是压制住了对方 但是就在这大意之下 那原本用来飞行的火箭推进器 竟然是直接就掀翻了迪迦呀 而这一下子 貌似也是将迪迦给吹得有些晕了头嘛 在施展出了迪拉胸母光流的过程当中 竟然是直接打歪了呀 因此在接连中了利家德龙的两道破坏光线之后 力量型的迪迦也是被打得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当中 不过也就在利家德龙吊打迪迦的时刻 星辰队员所提出的计划竟然是成功了 在连接到吉普达三号的电脑之后 被成功唤醒的三位驾驶员的意识 便是阻止了利家德龙的行动 在亲情力量的支撑之下 刀枪不入的利家德龙竟然是被从内部攻破了呀 被夺走了能源的他 直接就是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空壳 于是当三位驾驶员化作了光的生命体之后 利家也就趁此机会施展出了栽培力敖光线 秒掉了利家德龙啊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怪兽大百科的全部内容哦 下期又是一套铠甲的分享啊 记得来看哦